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日常来主要是希望我的儿子 干什么样的佛都要用心去干 行行都出创严 他现在是没有一点固定的工作 什么事都做不成功 小福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他能够更了解我一点 更理解我一点 然后更支持我一点 精神上的支持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在他有能力的范围内 可以给我一点钱 让我更好地去发展 可以去创业 你爸爸说到的 目前你的现状是事实吗 我认为不是 我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就是经常换来换去 其实我这些年吧 我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路 在尝试让自己走出困境 小福方便问一下你的年龄吗 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近三十儿立之年的儿子 为什么会让爸爸担心他的工作 儿子在这方面是一个什么状态 让你放心不下 他什么工作都不用心 我心里觉得他什么样的佛都干不下 父亲福先生指出 儿子大学毕业之后 做过不计其数的工作 但全都无疾而终 比如儿子在外省的塑料厂工作过 表现却很糟糕 他的工作表现就是不认真 很难 后来就把这个工作放弃了 一天到晚坐在那个机器面前 就是流水线一样嘛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没什么技术含量 儿子还在弟弟的装潢队干过 但没多久就不干了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小生 看不上这种发 干装潢是那种很粗的活 就是又累啊又脏啊 就是每天搞得灰都涂脸 感觉很不体面 这个对于我来很难接受吧 在父亲福先生看来 儿子对待工作态度懒散 眼高手低 要么频繁地换工作 要么待业在家 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那么在儿子小福 做过的这些工作中 有没有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呢 他到底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当然我喜欢自由度高一点的 我考公务员完全没问题 今年我去网上买了那个资料 那我自己也去做题目了 我也有跟我爸去跟他讲 我说我想走这条路 但是他跟我说你不要走这条路 就给我好大的压力 说我不笑啊 说我没良心这样 没有 我也没有绝对反对 我是只要欠改他 我说考公务员这样的 这样的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第一点是要文凭 第二点就是要人凭 我就说你很难踏到 不要没有讲他不要去考 他讲的不是事实 你考了吗 我没有 为什么不考呢 很难去坚定这样的信念了 经常他们会来找我麻烦 天天去在你耳朵边讲那些 让你捞乱你的心思的那些话 这些就能够让你自己停止 怎么说我会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走错了 你为什么自己的自我力量这么不足 因为这些年我的这些经历 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经历了太多的挫折 儿子小福认为 他无法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干扰 而且他一再强调 自己经历了太多的挫折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挫折 会让小福一直耿耿于怀呢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 很糟糕的家庭里面长大 对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 小福到底生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面呢 这对他的工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小时候成绩挺好的 有一次数学考了一百分 我拿给他看 就是他几乎都没看一眼 或者说表扬过我 我当时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 考到了重点高中 我觉得是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当时拿了那个 路起通知书给他们看 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 没反应 没反应 对 他不吃的我表扬 在我心目中 他到现在 我认为没有一样 彻得我表扬 所以你不会说 儿子你真棒 考了一百分 我不会说 他说他考上了高中 重点高中 重点高中我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家里种了好多田 我的工作时间是很猛 在学习方面我不甘心他 但是在干体力活 干佛的时候 我批评过之后 因为他做每样事 他都不用心 我帮他干农活 要是没干好的话 那就会受到很严厉的评 你就是一直感觉 他在否定你 打压你这样子 我一旦从学校里回到家 我就说必须要去干农活了 这个生活好像对你没有意义 你每天这样干活 干活 就是每天干活 像牛一样 但是为了什么呀 说严重一点 他是在虐待儿童 因为我是从儿童开始就开始这样 给他干活的 然后我在屋子上面 就是像活在那个 最底层最底层那种人 我家庭条件 我就是在农村算还不错的 但是他们对我太差了 给你吃很差的食物 给你穿最便宜的衣服 就是地摊货 你确定是他们对你这么苛刻 还是说他们因为形成的这种 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 怎么看 也不只是对我 是这种观念吧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家庭环境 对不对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 很糟糕的家庭里面长大 糟糕 对 充满了家庭暴力